从前啊,有个小商贩,会耍些小聪明,有一天,在带妻子看病回来的路上,突然就把她给休了,这是怎么回事呢? 大家好,这里是梦祥文学,喜欢我的故事,请点赞并关注我,每天都有好故事,说给你听。 话说呀,在明朝嘉靖年间,在苏州府,有一女子叫田玉英。 她为人善良孝顺民势力,且肤白貌美,长得甚是好看,很是招人喜欢。 她小时候,父母就为她订了一门亲屎,男人叫刘文艺,因为刘文艺的父母曾经对田玉英的父母有恩。 在田玉英十八岁那年,她听从了父母的安排,嫁给了刘文艺。 刘文艺是一个小商贩,为人有些见利妄议。 她脑瓜子灵活,小麦买精盈的有模有样,也赚到了些银钱,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。 田玉英嫁给她后,孝顺公婆操持家务,对她更是百依百顺。 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。 刘文艺对田玉英这个妻子,也是颇为满意。 田玉英嫁给刘文艺一年后,她生病了。 田玉英生病后,皮肤泛黄,老是咳嗽,也不能操持家务,更干不了活。 刘文艺找了几个大夫,来给田玉英看病,可都没有看好。 刘文艺开始嫌弃田玉英了,说她现在就是一个黄脸婆,一天到晚只会躺在床上,自己在外面忙活了一整天。 回家后还要自己做饭伺候她。 刘父刘母劝刘文艺带媳妇到县城,找个有名气的大夫看病,别设不得花钱,别整天发牢骚,应该想办法把媳妇的病看好才是。 于是刘文艺听从了父母的劝说。 一日,她带着媳妇田玉英到县城里,一家最有名的医馆看病。 大夫把刘文艺拉到一边,说道,你妻子的病很难治,我不擅长治这种类型的病。 你还是带妻子去寻访别的名医吧。 同时要准备好银钱,治这种病需要花很多钱。 刘文艺听后默然良久,点点头。 刘文艺带妻子离开了医馆,一路上心事重重,沉默寡言。 二人来到一个小茶馆喝茶解渴,刘文艺对田玉英说道, 你先坐在这里喝茶,我出去一下,一会儿就回来。 田玉英乖巧地点点头。 一会儿,刘文艺回到了茶馆,带田玉英离开。 二人出了县城,踏上了回家的路。 走了一个多时辰,二人在一棵大树底下休息。 田玉英见刘文艺,一路上心事重重沉默寡言, 就问她有什么心事。 刘文艺说道, 玉英,你也知道我家里病不富裕,你这病得花很多钱,我实在没有这么多钱。 为了你好,也为了我好。 我给你写了一份修书,还你自由身,你可以找个有钱的人嫁了。 把病治好了,过上阔太太的生活。 这样对大家不是都好吗? 刘文艺把修书放到了田玉英手里,转身快速地跑了,头也不回像是甩掉大包袱一样。 田玉英则是愣在了那里,过了好久才回过神来。 她不愿相信这一切是真的,但手中的修书却是实实在在真的。 田玉英留下了悲伤绝望的泪水,这真是患难见人心。 她没有想到刘文艺是这么薄情寡义之人,她对刘文艺是彻底地死了心。 她被薄情寡义的丈夫抛弃,现如今又生着病,她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活下去。 田玉英拿出一条白铃挂到树上,系了一个结,把头伸了进去,脚踢开脚下的石头。 于是田玉英的身体挂在了半空。 一个路过的尼瓦将见到,飞奔上前把田玉英救了下来。 尼瓦将问道,姑娘,有何事想不开? 为何要自寻短见呢? 田玉英抽气着把自己的遭遇,一五一时地告诉了尼瓦将。 尼瓦将怒道,没想到天底下,还有这样的负心汉,如此薄情寡义。 田玉英在一旁抽气得更大声了。 尼瓦将见状,挠挠头说道,姑娘,我也不会安慰人,你能不能别哭了? 你有什么难事就说出来,我能帮的一定帮你。 田玉英说道,我如今被丈夫修了,无家可归又生着病。 我也不能回娘家,爹娘年纪大了,他们受不了这打击。 尼瓦将说道,我家里简陋,你要是不介意的话,可以来我家赞助。 现成的大夫看不好你的病,我可以带你到外地去看总会看好的,反正我常常要到外地做工的。 田玉英说道,你能收留我,我感激还来不及,怎么会介意呢? 只是我跟你非亲非故,你为何愿意这么帮我呢? 尼瓦将说道,我是一个孤儿,是一位老婆婆收留我,把我抚养长大的。 我也问过他同样的问题,老婆婆说是为了让世间多点笑容,少点泪水。 我的答案跟老婆婆的一样。 田玉英说道,你真是个善良的人,还不知大哥如何称呼。 尼瓦将说道,我叫孙铁柱。 田玉英说道,我叫田玉英,感谢孙大哥愿意收留我。 于是田玉英跟孙铁柱回了家,话分两头。 晚上,刘父刘母见只有刘文义一个人回家,便问玉英呢。 刘文义回道,他现在皮肤泛黄,就跟个黄脸婆一样,太丑了。 而且,这个病很难治,得花很多钱,所以我把他修了。 刘父自责道,我怎么生了,你这么个薄情寡义的儿子。 刘母叹息道,你这么做,你以后还怎么娶得上媳妇呢? 刘文义说道,我这么英俊,怎么会娶不上媳妇呢? 我明天就叫媒婆牵线搭桥,再娶个黄花闺女。 第二天,刘文义抛弃生病的妻子,做出这样薄情寡义的这件事情。 很快地传扬了出去,百姓对刘文义是嗤之以鼻。 刘文义虽重金请媒婆牵线搭桥,可女方家一听说,男方是刘文义。 立即拿出扫帚,将媒婆赶了出去,说这样的人你也敢来牵线搭桥,这不是想害我闺女吗? 后来,刘文义再也娶不上媳妇,做了一辈子光棍。 话说,田玉英跟孙铁柱回到了家,见家里空无一人,问道,家里就你一个人住吗? 你媳妇呢?还有老婆婆呢? 孙铁柱回道,老婆婆去年已经去世了。 至于媳妇嘛,你看看我长得并不英俊,家里也不富裕,哪有姑娘愿意嫁给我? 田玉英说道,缘分到了自然会有的。 孙铁柱说道,那就多谢你的吉言了,我先去做饭,一会儿就能吃了。 不多久,孙铁柱就做好了饭菜。 二人吃饱后,孙铁柱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了田玉英住,他则到厅里凑合睡了一晚。 一日,孙铁柱让田玉英坐上板车。 孙铁柱推着板车,带田玉英到外地去寻访明医。 一路上,孙铁柱走走停停,边做工,边打听,哪有明医? 几天后,孙铁柱打听到有一位明医,很擅长治疗田玉英得的这种病。 孙铁柱就带田玉英去找了那位姓业的明医。 只是叶大夫看过后,说自己也没有把握治好田玉英的病,只能开药控制住田玉英的病情。 要想彻底治愈田玉英的病,必须得找到他师父才行。 只是他师父是个世外高人,平日里都在深山里研究草药。 且居无定所,要想找到他师父很有难度。 孙铁柱说道,再难也要去找,有希望就不怕困难。 于是,孙铁柱背着田玉英到深山里去找叶大夫的师父,叶大夫的师父姓罗,百姓都称他罗神医。 孙铁柱背着田玉英在深山群里,找了一座山头,又找一座山头。 找了七八座山头,都没有找到罗神医。 田玉英有些沮丧说道,孙大哥算了吧,咋不找了? 孙铁柱说道,怎能不找呢?有一丝希望,咱就不能放弃。 田玉英说道,你为了帮我,把脚都磨破了,都出血了。 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 孙铁柱憨笑着说道,这有什么? 你看我五大三粗的,脚磨破了点皮没啥大事,就跟挠痒痒一样。 田玉英听后,很是感动。 功夫不负有心人,一天,孙铁柱背着田玉英在山林小道间行走,看到前方有一个背着药框的老汉。 孙铁柱上前询问,才知道这老汉就是罗神医。 罗神医被孙铁柱的善良所感动,为了帮一个非亲非故的女子,而千里寻医,爬山涉水不畏艰难。 罗神医决定免费给田玉英治病,一个月后,田玉英的病彻底治愈了,也恢复了以前的美丽容颜。 两人拜谢了罗神医后,就离开了深山。 孙铁柱说道,田姑娘,既然你的病治好了,就回家去吧。 田玉英说道,不,孙大哥,我要嫁给你,当你的妻子。 孙铁柱说道,我帮你是出于一片善心,并不需要你的回报。 你不用为了报恩,以身相许。 田玉英说道,孙大哥,我是真心喜欢你的,并不是为了报恩。 孙铁柱自嘲地笑道,别说傻话了,我长得不英俊,也不富裕,你怎么会喜欢我呢? 田玉英说道,你有一颗善良的心,你心灵美,这比外貌更重要。 我前夫倒是长得英俊,可他做的事情却丑陋无比。 所以我如今找夫君看的是心,你心地善良,以后肯定会对我好,也不会抛弃我。 孙铁柱与田玉英相处日久,对田玉英也是心生好感。 他以为田玉英是为了报恩才嫁给自己,这样不妥。 现在他知道田玉英是真正喜欢上了他,他自然是高兴地同意。 田玉英嫁给孙铁柱后,给他生了两儿一女,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据说啊,听完故事并长按点赞三秒钟的听众,今年发大财哦。